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 二十五至三十二节 我听见这些先之说 听我作晚作的梦霸 这梦来自上帝 然后他们就慕我的名说方 这种情况要持续多久 假如他们是先知 他们就是骗人的先知 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聂造的 他们讲述这些虚假的梦 试图使我的子民忘记我 就像他们的祖先 因拜巴力的偶像而忘记我一样 让这些假先知 讲述他们的梦霸 但愿我真正的使者 忠实地宣告我的每句话 墨广和墨粒当然不同 上主说 我的话起不像火焰般燃烧吗 我的话起不像有力的大锤 可以把岩石框得粉碎吗 上主说 因此我要对付这些先知 他们比此窃取信息 宣称这些信息来自我 我要对付这些油嘴滑舌的先知 他们宣称 这是来自上主的预言 我要对付这些假先知 他们虚构的梦是明目张胆的方言 引导我的子民犯罪 我没有猜遣他们 也没有指派他们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信息 可以给我的子民 这是我上主说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别自作聪明 待上帝发言 上主说 当时以色列的先知 都托上主的名 讲假的预言 因此 上主一定惩罚他们 也不会向他们发出启示 信主越久 越多人希望听取我们的意见 我们也越容易 以为自己在代替上帝说话 或者这段经文 可以让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说的话 可以使人记起上帝吗 有时 我们发表一大堆理论 或者是道听途说的秘诀 却并不能够让人记起上帝 如果这些忠谷 牵涉一些旁门左道 就更加不应该 我们说的话 是从上帝而来的嘛 有时 为了说服人 为了表现自己的属灵深度 明明出于自己的意见 我们却和人说 上帝感动我和你说 我们不要自作聪明 将自己的话当作是上帝的话 因为上帝会对付我们 上帝的话不是我们所能想象 他没有吩咐的 我们就不要说 我们说的是出于自己的意识 还是上帝的意识呢 多谢你收听